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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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睡成下 第二天天一亮 耳边又响起了一阵狗叫声 两个老汉循着声音跑过去 发现房后的沙土堆下面 有一个被狗刨出来的纸箱 箱子里竟又是一堆尸矿 这一个是人为了 人为的段 所以就是说 死者究竟是谁 他又是被什么人残忍杀害的 赶紧把石块找全 发现第一时间发现石垣 这是我们团案的关键 其余的石块在哪 以矿场为中心 警方进行了地毯式搜索 如果有车 它就方便的话 它可以拉这个石垣再往北走 因为什么呢 北面就是大山 它可以 如果扔在那大山里面 那个发现的距离就小了 警方分析认为 嫌疑人使用的交通工具 很可能是摩托车或者自行车 而他之所以在杀人之后碎尸 也许正是受到了运输条件的限制 如此说来 嫌疑人的活动范围不会很大 那肯定就在这个范围肯定还有别的石块 很快 在距离矿长两公里左右的位置 警方发现了一个编织袋 里面有一件女士上衣和一颗头颅 这个女性的头颅染了一些黄克射 头发 纹眉 纹眼线 打耳朵眼 除此之外 警方还发现 在死者左手的手腕部位 有一道非常特殊的斑痕 外表看起来绿不一样 笑这个手腕 戴装饰品 通过初步事件 警方推测 该女子的死亡时间 至少在十天以前 可是 民警对近期的失踪人口进行了查询 但却并未发现任何登记信息 这名女子究竟是什么人 为何失踪了这么久 竟没有家人报过案 警方在全县境内发出了寻尸启示 没过多久 一名男子来到了公安局 他说 那名死者很可能就是自己的女友 小丽 据孙毛讲 大约半个多月前的一天 下风假日 他一早便领着孩子回母亲家吃饭了 可是当孙某晚上十点多返回家中的时候 他发现小丽已经不在了 而且家里的经营首饰也全都不见了 一般都不在 在家里面放了 他那天后来他发现 这个经营首饰都不在了 他都带走了 这些包什么的卡什么的都拿走了 在孙某看来 小丽的外出毫无征兆 当天晚上他曾给小丽打过电话 但手机一直是关机状态 那天晚上 孙某独自坐了很久 孙某的话 家里边可怜呗 没钱 小丽跟他 人家也不是图他的钱 他也没钱 孙某哪有钱 孙某在外打工 一天只有五六十元的收入 而小丽却穿衣打扮 样样讲究 也许他是在外面 认识了有钱的男人 又或者 他只是厌倦了这种 看不到希望的生活 就好像小丽的上一次出走一样 她的想法 孙某猜猜不透 不是自己的 想留也留不住 孙某后来放弃了报警 难道小丽真的离家出走吗 又是什么原因 让他被人残忍的杀害 偏僻叫外 一个打扮时髦的女子 身手易处 熟人落案 残忍轻胸背后 究竟是财杀 仇杀 犯罪嫌疑人 应当和被害人 熟悉 他就感觉 如果找见寺院里 也就很大可能 能找见他 任性叛逆 陷入围城的他 会如何摆脱束缚 危险临近 不计后果的行为 是否惹祸上身 他应该 他也算是 他应该对天网有点联系 婚内婚外 天网栏目正在播出 死者名叫小丽 大约十多天前 他突然从家中消失 小丽不仅拿走了 家中的金银首饰 还带走了一把 小丽究竟去了哪里 她又为何会遭人杀害 首饰据说是值 将近一万多块钱 而且他用苹果手机 也不见了 第一感觉 这个受害人是 是不是被 因为侵差犯罪 被遇害了 在此前的调查中 民警没有找到小丽的任何财物 莫非他果真是遭遇了抢劫 经过调查 民警发现 就在小丽失踪的当天中午 他的银行卡果然有取款的记录 而取钱的正是小丽本人 他的性格很张扬 在这个穿衣打扮上 比较漏腹 那么呢 就是在别人眼里 觉得她是一个富婆 莫非是小丽到银行取款时 被别有用心的人盯上 但如果嫌疑人 只是以轻财为目的 他又为什么要如此残忍地杀人碎尸 他没必要把他碎尸了 杀了以后他自个跑了就行 他尽快逃脱这个现场 这就说明是犯罪嫌疑人应当和被害人熟悉 贝勒不暴露自己 那他只能将被害人杀死 跑尸 难道嫌疑人竟是小丽身边的熟人 可是民警调取过银行周围的监控录像 他们既没有发现有人尾随小丽 也没有看到熟悉的面孔 经过调查 民警了解到 当天中午小丽取款之后 便来到一家饭馆请朋友吃饭 下午三点 他独自从饭馆离开后 便彻底消失了踪迹 小丽后来去过哪里 又见了什么人 小丽的一个朋友 小侠 家住在咱们县城北边 北边这个村子里边 离这个岸 就是发现这个埋石块这个现场 也不是太远吧 这一线索的出现 立刻引起了警方的注意 在前期的工作中 民警曾就嫌疑人碎尸后 还将尸块掩埋这一举动做过分析 他们感觉被害人以及嫌疑人 都很可能与矿场附近的这几个村庄 存在着毛肿管理 主要是怕被别人发现这个尸块 认出这个尸体是谁 那么这就是什么问题 就是被害人应该就在抛尸跟杀人的地方 生活或工作或或者出现过跟别人或接触 民警分析 小丽当天很可能去过矿场附近的村庄 也许她就是在这里被人杀害 嫌疑人应该是担心 事发后有附近村民能认出小丽 进而引得警方追查到自己 她就感觉如果找见寺院了 也就很大可能的找见她 小霞就居住在矿场附近的村子里 莫非当天下午小丽就是来找她的 小霞看到了她这些精手势 加上这个小丽比较张扬 可能要说一些什么我有钱啊 这类的话 这是不是因为太张扬了 而被朋友看得也热了 此前的事件中 法医发现小丽遇害前曾经大量引警 警方推测 会不会是小霞与人一同将小丽灌醉之后 实施了犯罪 根据这个孙某提过 小霞丈夫平时这个 就是咱们本地话停赖的 好像是有 他也说好像是有千科啊什么的 民警随即对小霞及其丈夫 进行了调查 但却发现这两人并不具备作案的时间 警方在矿场附近的村庄也进行了走访 村民们都没有见过小丽 小丽当天下午究竟去了哪里 那个将他杀害的熟人 又会是谁 警方对其社会关系进行了全面的梳理 经过调查 民警了解到 在多年前 小丽一家便从洋园迁到了内蒙古 为了生计 父母每日辛苦劳作 而小丽则由她的两个哥哥负责照看 小丽长大后 贪玩的她便每天出入练歌房和网吧 父母对此十分气愤 越大越管不了 到19岁那年管不了了 自己单崩回到老家来了 来了这儿就是也一一旧旧 但是也不走跳 都自己自己闯荡的 从父母身边脱离的小丽 觉得每一天都是刺激和新鲜的 在朋友的介绍下 小丽认识了一个山西男子田姆 两人迅速结了婚 她没有把这个情况告诉父母 就是跟田姆结婚这个情况告诉父母 就这样 小丽开始了自己的新生活 她和丈夫一起回到山西老家 没过几天 小丽便发现 事情并不像她想象的那么美好 繁重而枯燥的农活 让小丽觉得很不适应 而最让她痛苦的 则是孤独和寂寞 二十出头的年纪 自然喜欢穿衣打扮 可在村人的眼里 她却显得极其另类 小丽经常能感觉到旁人异样的眼光 与周边的哥哥不入 让她很难交到朋友 只要一有时间 小丽就会跟以前的好友发短信聊天 但是丈夫田某却对此十分介意 两人为此事发生过争吵 田某甚至还将小丽的手机锁了起来 最后小丽没有办法 她只能趁丈夫不在家的时候 偷偷跑到村里的小商店 去打公用电话 没过多久 此事便传到田某的耳朵里 她又对小丽大发雷霆 刚刚摆脱了父母的管教 现在又被丈夫处处约束 莫非这就是自己今后一辈子的生活 她就喜欢自由志在 不让你约束 2008年的一天深夜 小丽告别了自己两岁的孩子 也告别了这个沉闷压抑的家 她偷偷从山西返回了洋远 孙母跟咱们反映的情况 就是她这个小丽跟田某有个孩子 应该是九岁多了 八九岁一个儿子 她也分析 她应该跟田某有点联系 尽管时间已经过去了很久 但是小丽和田某之间还发生过什么 除了亲财的可能之外 她的死会不会源于一场仇杀 偏僻较外 一个打扮时髦的女子伸手一触 熟人作案 残忍心胸背后究竟是财杀仇杀 惊人决定 逃脱围城的她为何又再组家庭 你说是咬着瓶颈 使才烂打这么个情况 是小丽主动跟她交往 怒火中烧 名不负实的男友是否暗藏杀鸡 小丽这个人的性格比较暴躁 其实爱喝酒 动不住就要发脾气 说一些比较刺激的话 你不要说是你这么来钱 没法养 养活我 我的事情 你不要管 婚内婚外 天网栏目正在播出 在调查中民警发现 小丽曾嫁给过一个姓田的山西人 可是几年前 她却突然抛肤弃子 离家出走了 杨元县距离小丽丈夫的家 只有一个小时的车程 当天又恰好适合驾驶 警方推测 小丽会不会是回去探望孩子 我看孩子潜伏 比如不高兴了 或者是什么了 两个人发生什么矛盾 这天下午 田某和小丽究竟有没有接触 警方立即派人调查田某当天的活动情况 同时也对小丽失踪当天的通讯记录进行了了解 最后的一个通话记录是一个男子的号码 那么我们送宪追踪 找到了小丽这个关系人 这名男子并不是田某 他向警方解释说 自己只是小丽的一个普通朋友 当天下午六点左右 他接到小丽打来的电话 两人只是闲聊了两句 便很快地挂拨了 各级这个男的又了解一下 怎么就认识小丽了 他也是通过微信在一块 微信朋友吧 和小丽有很多的朋友 他们也在一起吃过饭 男的女的有很多 在调查中 孙某也向警方证实 小丽平时总是拿着手机聊天 但是他跟什么人聊都聊些什么 孙某则一概不知 当谁就从我从来就不看 问我都碰我都不碰什么谁 也想管人家 但人家不让他管 比如说人家聊到微信了 说上打个电话 然后他就 当那我打个电话 在这两人的家庭关系中 孙某处于绝对的弱势 这个人很温和 而且感觉 这个孙某 在跟他交往当中 事事都随着他 小丽与孙某是在2009年相识的 孙某家庭条件差 样貌也很普通 而且他一直在煤矿打工 不仅工作危险 收入还低 可即便是这样 当初还是小丽主动追求的孙某 所有人都不理解 小丽为什么要选择孙某 更何况 他才刚刚从上一段婚姻中 狼狈而逃 在此后的日子里 小丽偶尔出去打打工 但大多数时间 他都是待在家里 上网聊天 或是到外面跟朋友聚会 孙某察觉到 小丽和异性接触非常频繁 两人为此也发生过争吵 小丽这个人的性格比较暴躁 比如说爱喝酒 动物就要发脾气 小丽直接就说一些比较刺激的话 你就说是你这么来钱 没法养 养活我 我的事情 你不要管 由于自身条件不好 孙某格外珍惜现在的家庭 尤其是两人有了一个孩子之后 他对小丽的种种行为 更是百般忍让 小丽完全自由了 尽管他几乎不去工作 但是穿的用的却样样价格不菲 这一切孙某也都看在眼里 那天下午 小丽真的是要离家出走吗 在分析案情时 民警推测 当时很可能还有另外一种情形 小丽出去应该是借一个什么人 或是隔天什么在一起 所以说比较打扮了一下 也许那天晚上 孙某已经意识到了这一切 在小丽回家后 他们发生了争执 孙某为什么在小丽失踪了十几天之后 既没有报警 也没有通知过其家人 她的疑点在民警心中逐渐上升 一个是此前的丈夫田某 一个是现在的男友孙某 这两个男人竟同时成为了警方怀疑的对象 在这起蹊跷的命案中 谁才是幕后的真凶 偏僻较外 一个打扮时髦的女子身受益处 两个男人在与他纠葛的感情中暗藏杀戚 神秘童话 如何牵出一个逃跑的已婚网友 一条短信又引发出一场怎样的荒唐闹剧 婚内婚外 天网栏目正在播出 小丽的遇害疑点重重 那天傍晚她究竟去过哪里 最终她又是否回到了家中 目前小丽的丈夫田某与男友孙某 同时进入了警方的世界 民警随即对这两人当天的活动轨迹进行了调查 排除了孙某的作案嫌疑 田某这一块经过我们进入过的调查 从时间从空间上 也完全排除了作案嫌疑 杀害小丽的凶手竟然还另有其人 警方将调查的目标 集中在了小丽的密切联系人主 通过筛查 他们有了一个重大发现 其中有一个 叫李某 李某有单位 他在小丽 被杀害 时间不长 突然离开人 莫非李某就是杀害小丽的凶手 民警随即调取了李某家附近的监控录像 发现 他在案发后的第二天 曾骑着一辆摩托车外出 而他摩托车上拖着的纸箱和编织袋 则与在埋事现场发现的包装物高度晚合 由此警方确定 李某具有重大作案嫌疑 最后 民警远赴四川长都 将李某成功抓获 在李某家的厢房里 警方发现了大量血迹 这里是他分尸的作案现场 确实血迹 他用那个煤给秃了 也是伪造现场 在证据面前 李某对其杀害小丽的犯罪事实 供认不讳 据李某交代 他和小丽是通过微信认识的 李某开了家宠物店 小丽则惊人介绍 找到他说要购买宠物 两人见过一次面之后 虽然生意没做成 但还是互留了电话 这天下午 小丽又主动联系李某 说要购买宠物 李某便让他到家中看货 小丽在中午聚会时 就已经喝了很多酒 但是面对李某的邀请 他也没有拒绝 一块喝 喝完以后 在家里边发生了关系 巧合的是 期间李某的老婆打来了电话 李某没有接 但是小丽却把手机拿了过来 就用自己的手机 给李某的老婆发一个短信 短信的内容 说就是 你的丈夫什么时候离婚 他就给他打过来 打过来 这不是两个女的在电话里边 说开了 吵起来 母样骂什么的 挂断电话后 小丽十分生气 他对李某说 他要到李某妻子的单位 去把事情当面说清楚 他说 你以为老娘是吃素的 你玩完了就没事了 小丽气冲冲地走出了房门 在院子里 他拨打了一个电话 他就是最后一个手机 走的时候给学部落打电话 让别人过来 过来解决事情 感觉是这么事 可能是小丽诈服他 因为了解了一下 小丽也就是个 就乍乱乎乎一个人 李某并没有听清 小丽跟对方说了些什么 他害怕小丽 真的会带人去找自己的老婆闹事 情急之下 李某便从屋里拿出了一根电线 从背后勒住了小臂 这个尸体他没法处理 那个拿不动 后来就在他们院里面 他把他那个碎尸了 第二天白天 李某向朋友建了一辆摩托车 将石块分两次 跑到了县城的两个方向 他一直冲着 很爱好好的家伙 据李某说 他和自己的妻子 在年幼时 就是要好的玩伴 一直到长大成人 他们就从没分开过 两人的感情非常深 我老婆 十七岁就更了 当时我与我老丈人 还不同意 但是我老婆就一直愿意 被逮捕之后 李某曾多次向民警提出 想再见一见自己的妻子 他希望能够当面向妻子道歉 我怕他伤心 毕竟跟了我这么多年 我什么都没有 他也不会跟我离婚什么的 我不 我舍不得他 然而 无论多么真诚的道歉 也无法让这一切重新来过 从李某救后失控的那一刻起 整个事件已经以他意想不到的方式 瞬间恶化成了一场悲剧 很快张家靠市中级人民检察院 将以故意杀人罪和盗窃罪 对李某提起公诉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 无论是哪一方 我们都应该对这个婚姻家庭去负责任 不要因为一点点的小事 酿成大锅 最后做出坠毁莫及的事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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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